你想要解脱吗?很简单,用本性修行 本性就无冠一尘,尘就是凡所有因缘取的东方不可达 那哪一个不会解脱? 你说哪一种东西会让你这么耿耿以怀呢? 为什么?因为没有体悟到诸法空无自信 所以误认为那可是实实在在的有的东西 所以世间人会为了打破一瓶 那这个高贵的或者人参啊 或者是一瓶这个一个瓶子泡茶的这个瓶子啊 会起烦恼,大物的人不会 大物的人你不小心打破十个 对方不小心打破十个 那也不会去责备他 无常法的寿命陈述坏空 他就是今天 这个东西打破了 这个就是今天他的寿命啊 所以啊,有一次呢 这个在家居士啊 就很早以前啊 这个文书讲的这个门啊 这样压死,砰! 打破了 嗯,打破跟他讲 那他一直很抱着,对不起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到现在呢 成立了二十几年 都不会再打破几个礼拜 我没有打破,他就不会打破 解脱跟不解脱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这个信徒撞坏了 或者搞砸了 那也不是故意的吧 是不是?那就是放下 任何东西就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子 那父母亲如果有邪佛跟不邪佛就差很多了 比如说这个小孩子啊 在厨房里面玩玩玩 不小心 对不对? 碗啊,大的碗啊 那个瓷器很贵了 把妈妈的那个盛菜汤的碗 全部都打破了 没邪佛的 可以撒尼的出来 对不对?那如果有邪佛的妈妈就不会 要不要紧啊 有没有流血啊 她就会关心 对不对? 你有没有流血啊 有流血啊 妈妈送你到医院来看啊 没有 那没有就很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啊 有邪佛跟没邪佛 当她的内在里面呢 有安详 有定 有安详 有定 有智慧 是决定幸福的指数 所以内心没有建立在 智慧 安详 自主 定 这个世间 所有的幸福都是假象 很快就会流逝 所以这个世间人不懂得幸福的来源 叫做安详的内在 不懂 他是一直想去抓一种东西叫做幸福 要去抓哪一种东西叫做幸福 要抓那种感觉 你知道 抓那种感觉 而不晓得这种幸福的感觉 去错觉 所以邪佛要你正觉 正确的觉悟 那个是生命法的东西 是不可靠的东西 建立 我们把 把这个生命建立在不可靠的生命 延期法的一种 那只是暂时依靠 要得到永远的幸福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才有种种的小说啊 才有种种的这个电影的情节啊 你看 为了那个难你的爱啊 欲啊 或者难你的感情啊 你看 尸杀的多么的可怕 一次到了极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晓得 想解脱 可是他们没有碰到善知识 今天自己看也看不来 所以你想解脱吗 就是用本性修行 日子也好过多了